因为我们和陶瓷的老师合作 我是第一次 我有没有应急他 因为杨老师问我能不能参加这个花展 我一口就应醒了 我是问题啊 可以啊 所以我觉得这次有一个比较新的突破 意识雕塑和油画结合是比较好一个题材 这个来说好吃吗 我是怎么说呢 最早我是学习那个中国的传统的书和钻科 但是后来有机缘就开始了陶瓷的创作 所以就蛮吸引我 我就走不同的地方 学习不同的寄作方法 这次十年来就是我做的比较多时段的就是这个青尺 龙泉青尺 因为青尺的品种也很多嘛 有岳窑啊 什么其他的 有岳窑窑啊 但是我比较喜欢龙泉的 因为它从松代开始它重新调整过那个优势就有发明的那个 梅子青啊 粉青啊 面貌比较多 不单一 因为我们做好的根本就是说你创作也好 写剧也好 不到最后那个逍遥的成果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喜欢的蛮多啦 就是说是什么优势方面 它每一次因为它每一次出来 有的时候我们逍遥很受那个天气啊 温度啊 湿度啊 影响 它也是同一个优势出来的不一样 所以那个挑战是蛮多的 不能说我这次做成功了 夏威肯定更成功 没有这个答案 油画是一个食材丰富 多吃多彩的样式 油画是由光 光线产生变化 香港的是那个旧的街道 和香港有特殊的那个电圈啊 和那个高楼大厦啊 它是比较旧的高楼大厦 不是 所以融合起来就是西方啊 东方啊的结合 所以西方也比较丰富 其实我话话都没有最满意的 都是一起最巧下去的 但是喜欢的不能说是满意的 好像那个香港那个早晨的那个景 我这个 我们在香港的南亚岛那个床 这两幅就比较好 还有一幅就是我画翁碧鞋的照片 就这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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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